前有日本决定将辅导第一核电站的核污水排入大海 后有某些人把俄罗斯共往欧洲的天然气管道给炸了 使得各个国家这几十年为了全球变暖付出的诸多努力 一夜之间成为泡影 人们不仅感叹这个世界还会变好吗 我们的未来究竟该何去何从 无数多年前有这样一部小说 带领大家展望了未来的生存与发展 同时作者打破思维构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观 在这个新的世界里 水成了人们最稀缺的资源 人类不再把重心放在科技进步身上 而是感受到这个世界最不可或缺的 其实就是人类本身 部分思想进步的同时 社会制度却退回到了旧的封建社会 实行分封制 新的世界里 大家争相抢夺的是一种名叫销料的资源 这种资源不仅可以使人得到寿命的延续 还能获得不同的潮能力 以此争夺世界的霸主 说到这里 有没有觉得似乎耳熟呢 没错 这就是去年的大宝款电影《沙丘》 这部堪称绝无可能被搬上大萤幕的电影 经过多数坎坷 剧本的打磨 世界观的从塑 导演的更替 终于由一个对电影有独特理解的导演 戴尼斯·伟伦纽瓦 用极为艺术的方式给创造了出来 在这部《沙丘》中 世界由皇帝统治 人们在各个星球扩张着自己的势力 主人公保罗和翠迪在父亲的带领下 接触到了和另一对立家族的血腥战斗 智能的保罗 瞬间感受到了人生的大起大落 被逼无奈之下 保罗踏上了属于他的复仇之路 电影中所呈现的 出了一个个精彩的打斗场面 令观众感到惊喜的演员 神秘莫测的沙漠景观和各种组织 还有那独具魅力的神秘配乐 说到配乐 就不得不提 让人嘖嘖称奇的汉斯·企墨 他在配乐中 熟练掌握了西方与东方音乐的杂柔 人生的融入 使观众有了不平凡的欣喜体验 那么这样一部几乎传奇的电影 续迹当然不会被放过 电影《沙修2》 近日宣布提前声音 喜欢的小伙伴不妨趁现在 重温一下这部电影 等着在第二部电影中 汉堡罗是如何复仇的吧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